好 我們來面對自己的人生 維安老師 十二星座 我們不是單止一些人 十二星座的人都有 在哪一方面會拖拖拉 而且會逃避現實 對 每個星座 它都有它的弱點 然後它都會在某一方面 特別喜歡拖拉 不管是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老公 首先太陽上升在 射手 天秤跟牡羊座 它只要是整理家務 還有財務管理一定拖拉 你叫它整理房間 它不想整理就是不想整理 但它想整理的時候 它會一次整理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下一個週期是兩個月後 很整 也就是說金牛它可以每天做 但天秤它就兩個月做一次 或者有開Party之前把它做好 而且它的做法是把它 通通堆到衣櫃裡把門鎖起來 眼不見為盡 眼不見為盡 那財務管理就是 也許它有很多卡在 也許它需要重新審視 它的信用卡 帳單 但它發票丟了很多 你叫它整理 它就是不整理 你叫它重新 就是把所有戶頭都截掉 它就是不截掉 所以只要是跟錢有關 或者是要它算清楚 或者是說 你那狗屋該去修一修吧 什麼的 車庫該去弄一弄 這些它都一直拖拉 那這三個星座面臨到 現在失業力這麼高的時候 它們會怎麼拖拉 像這三個還好 它譬如說射手跟牡羊 都算行動力很強 趕衝出去 天秤座只要有人介紹的話 其實它也是願意的 它是靠人脈 它是靠人脈的 那如果是雙子 獅子或水瓶 太陽上升在這三個 我們現場就有水瓶座 跟獅子座的 它們拖拉就是 第一個就是很無聊的事情 它們覺得無聊事 譬如說它超討厭去解釋業 它就在解釋業前一個禮拜 就說我下禮拜要去解釋業 我下禮拜要去解釋業 就覺得很悶 或是它很討厭跟它媽媽吃飯 那只要是跟它媽媽吃飯前一個月 它也開始煩惱 還有討厭的人 比方說他這一次 剛好要跟他最討厭的同事 合夥做一個事情 所以他一想到這件事 他頭就痛 他就好想頭痛 肚子痛 胃痛 然後就不要去上班 只要面對他覺得無聊跟討厭的人 他就一直拖拉 所以如果說他去應徵工作 碰到主考官 然後那個主考官是一個 讓他覺得不舒服的人 縱使人家錄取他 他還自己還不去 他會有很多的原因去 對 或者是他覺得很無聊的一個派對 譬如說他很討厭公司尾牙好了 或他很討厭春酒 他也會為這件事而覺得 我就是盡量不要去 如果太陽上升是 雙魚 處女跟巨蝎 他們最會拖拉 第一個就是叫他放棄一段 很爛的感情 他就會一直拖拉說 不好 現在這個男的 剛好事業不好 現在不要跟他講失戀 或者是說 今天下雨 不方便講失戀 今天天氣太好 講失戀多感傷 反正他就是不講就對了 就是不放棄 再來就是你叫他轉換一個環境 譬如說他的現有的工作環境很糟 你希望他轉換跑道 或轉換一個環境 對這三個來講 改變就是一件恐怖的事 他會說 可是我的同事還不錯啊 可是現在外面失業率那麼高啊 萬一我去了不適應怎麼辦呢 他會有很多很多疑惑 你叫他搬家 可是這邊的鄰居還不賴啊 那新的鄰居萬一有殺人犯怎麼辦 你看社會新聞這麼多 很多啦 那太陽上升 金牛 摩羯 天蝎 基本上都蠻有行動力的 但是他們要他直接面對一些事情 譬如說你叫他直接去跟鄰居 討論停車位的問題 他就會開始前思後想 因為他會覺得這樣面對以後不好做事 所以他寧願不要面對 就很想叫太太或是叫朋友去面對 再來就是處理一些大的問題的時候 因為他們想太多 希望做得太完全 所以他會一直拖到最後一刻才處理 最好是借刀殺人 或是用別人的手來去做這件事 不要自己去直接面對 可以委婉的處理 對他們倆是最好的 所以你叫他說 我不管你直接跟你媽說 我們要搬出去 他就會拖半年或一年 或說我告訴你 我不管你就告訴篤林哥 叫他不要再把他的鼻筒 放在我們的位置上 他就會說 好啦 可是他一年兩年 他每次看到篤林哥就是不講 他就是不講這樣子 可是很煩 你除了找工作 還不知道找不找得到之外 工作找到了之後 職場又有好多的難關等著我們 對不對 老人會這樣 新人 爛草莓 或者什麼什麼這些屁性 所以我們問一下若全 像你做人已經這麼圓融的人 你會碰過有扯後腿的嗎 其實我剛進職場 就碰到一個狀況 因為我那個工作 必須要三年廣告公司經驗才可以做 可是我那時候剛退伍你知道 我沒有工作經驗 所以我就主動的去爭取 然後去做Presentation 然後去證明說我可以做 後來我得到那個工作之後 其實我身邊有非常同事 很多同事他就覺得很看不慣 當然很討厭啊 你幹嘛 你一個人做了三個人的事 那是幹嘛 顯得我們是都是廢物 偏偏呢 又那個工作做得很好 可他們都不知道怎麼 抓到我工作的把柄 可是我覺得要害人真的很容易 他有一天就跑去我們老闆面前 然後就冷冷的講一句話 就說若全這孩子真的什麼都好 他就是太情緒化了 我幫助你很厲害 這是一種什麼指導 第一個他就說若全這孩子 因為我的時候是全公司最小的 所以他就要提醒我的老闆 就是說這個年輕人 他還是個孩子 對 就是說他不穩 然後就說他太情緒化 因為工作你的績效沒有什麼好挑剔 可是情緒化是老闆 他沒有接觸你他不知道 所以老闆就覺得說 那若全應該是EQ有問題 所以他就過了半年就 好厲害喔 不是同事天蠍的嗎 真的很厲害 那個老闆就跟我在Review 我的工作表現的時候 就特別提到說 有同事反映你太情緒化 我心裡面真的 我那時候都不能有表情 因為如果還有一點生氣或不高興 那我就真的情緒化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知道很平穩的說 這樣好那我想辦法改進 然後那個同事那時候說 你看這孩子太恐怖了 那一絲情緒 你不怕他要爆炸嗎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應該把這些小人 就是當作磨練自己 或者是鍛煉自己的一個機會 有時候碰到一些壞老闆也是 有些老闆真的是很壞 我都覺得說 我們碰到那個一般的老闆 我就是工作8小時就好 可是碰到壞老闆 我都工作12小時 因為我要幫助那個壞老闆升遷 讓他升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管不到我的 對 後來他就真的被調去什麼深圳 你這個想法 因為通常都是害老闆離職 就是我們把他業績做那一個 但是你是比較正向的是 讓他去出差 所以吳瑞穎 吳先生目前也是有人 做到讓你去上海出差對不對 對 為什麼滑去上海出差 對 但是我覺得小人 我們不要講小人啦 其實人都有大有小嘛 有時候會大 有時候會小 所以其實我覺得 應該把他們當作逆行菩薩 逆行菩薩 對 我們也覺得逆行菩薩很重要 是 那我們就先從這一個面向 誰是逆行菩薩 逆行菩薩的面向有哪些人 為什麼他們這麼愛扯人家後腿呢 對啊 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小人有兩個克星嘛 第一個就是送禮 第二個是拍馬屁 小人克星 對 只要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你一定升官發財 比別人更快 那同時呢 小人呢 這個在相學上面來講呢 也是領袖的格局 也是未來在社會上 成功發大財的格局 什麼意思 老闆 等一下 你這是說什麼 對 對 我們現在看到 社會上的這些什麼 政商界的領袖啊 大家看到都符合這些面向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年輕的時候都是小人 然後踩著別人往上爬的 對 對 對 第一個我們看喔 相學上面講 眼睛越小的人越會藏錢 錢到處藏 藏到國內 國外藏了一大堆的 真的 陳薇文錢都到處藏 對 所以你看這個 我們看到我們台灣的這個 藏錢最會藏的人 有沒有眼睛大的 沒有 我們的這個什麼 所有的企業界的大老闆 會不會找到眼睛大的 也沒有 所以眼睛小的人是什麼呢 最喜歡什麼呢 犧牲別人 自己成功 一直往上爬 所以才會變成什麼企業領袖 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講過了 為富不仁 為人不富 假如這個人很有仁愛的心 的話 保證他不會變成很有錢的人 所以眼睛小的人 我們也要特別小心 如果在職場上面碰到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剛才講的兩件事情 送禮跟拍馬屁 對對對 這個絕對不能忘 好 那第二個我們講的 我們節目可以這樣子嗎 教大家要送禮這樣 這樣會不會怪怪的 為了自保 第二個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面向是什麼 政治界的成功的人物 各個都是這樣 碰到這種人要更小心 政治界的成功的人物一定是什麼呢 嘴唇偏邪的 我們不要說台灣了 我們說美國好了 克林頓一講話嘴唇也是偏的 雷根總統一講話嘴唇也是偏的 大部熙小部熙講話嘴唇也是偏的 應該是中風吧 所以嘴唇偏邪的人是什麼 善於言謊 欸 他上個月講了什麼東西 我要給你們什麼好處啊什麼 到下個月馬上就可以 再找一個理由 說重新再算 這些面向聽起來好像都不太好 但其實也都是有俊男美女在裡面 對對對 來後面馬上美女就來了 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好